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不仅仅是一个节目的开始 更像是芒果台在音乐综艺领域的一次重生 声声不息的出现 就像春天里的一阵和风 吹散了歌手留下的空白 节目不仅仅是对香港回归25周年的限礼 更是芒果台在音乐综艺领域的一次大胆尝试 节目巧妙地平衡了家国情怀 音乐科普与娱乐性 让人们再次感受到了音乐的力量 首期节目一播出 便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让人们再次认识到 原来音乐综艺还可以这样玩 声声不息的成功不仅仅是对歌手的接力 更是芒果台在音乐综艺道路上的一次成功转型 从港乐季到宝岛季 每一次尝试都让人耳目一新 这不仅仅是一个节目的成功 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和创新 声声不息的创新之路 在歌手 被余音未散之际 芒果台带着 声声不息走进了我们的视野 这不仅仅是一个新的开始 更是一次大胆的创新 声声不息以其独特的魅力 让我们看到了音乐综艺的另一种可能 首先 让我们聊聊 声声不息的港乐季 这一季不仅仅是对香港回归25周年的县礼 更是一次文化的传承 节目中 我们看到了香港音乐的辉煌历史 感受到了那个时代的音乐魅力 港乐季的成功 不仅在于它的音乐质量 更在于它的文化意义 它不仅仅是一个音乐节目 更是一次文化的交流和传播 接着 宝岛记的推出 再次证明了芒果台在音乐综艺领域的创新能力 宝岛记以台湾音乐为主题 展现了台湾音乐的多元和丰富 从经典老歌到现代流行 从民谣到摇滚 宝岛记用音乐讲述了台湾 这不仅仅是一次音乐的盛宴 更是一次文化的体验 宝岛记的成功 不仅在于它的音乐选择 更在于它的文化深度 声声不息 但每一季都有自己的特色和亮点 它不仅仅是在播放音乐 更是在讲述一个个有温度 这些或许是关于一个时代 或许是关于一个地方 或许是关于一群人的回忆 声声不息 用音乐串联起这些 让我们在音乐中感受到了时代的变迁和文化的传承 声声不息的成功 不仅在于它的音乐质量 更在于它的文化内涵 它不仅仅是一个音乐节目 更是一个文化项目 它用音乐连接了不同的文化 用音乐讲述了不同 这种创新的尝试 让声声不息 成为了音乐综艺的一个新标杆 在声声不息的舞台上 我们看到了音乐的力量 感受到了文化的魅力 这个节目不仅仅是一个音乐的盛宴 更是一个文化的交流平台 它用音乐打破了地狱的界线 用音乐连接了不同的文化 这种创新的尝试 让我们看到了音乐综艺的无限可能 声声不息的每一季都给我们带来了不一样的惊喜 从港乐季到宝岛季 每一季都有自己的特色和亮点 这种创新的尝试 让声声不息 成为了音乐综艺的一个新标杆 在这个节目中 我们不仅仅是在听音乐 更是在体验文化 这种体验 让声声不息 成为了一个不可多得的音乐综艺 总的来说 声声不息的成功 不仅在于它的音乐质量 更在于它的文化内涵 它用音乐连接了不同的文化 用音乐讲述了不同 这种创新的尝试 让我们看到了音乐综艺的无限可能 在声声不息的舞台上 我们看到了音乐的力量 感受到了文化的魅力 这个节目不仅仅是一个音乐的盛宴 更是一个文化的交流平台 它用音乐打破了地狱的界线 用音乐连接了不同的文化 这种创新的尝试 让我们看到了音乐综艺的无限可能 嘉年华季的熟面孔与新挑战 当声声不息的新季 嘉年华季 宣布 一阵熟悉的风吹过 这一季 我们看到了许多熟悉的面孔 孙楠 韩红 黄启山 这些名字曾在《我是歌手》的舞台上闪耀 他们的回归 让人感到既亲切又新奇 但这亲切背后 也隐藏着挑战 观众们不禁发问 这些熟悉的面孔 能带来新的惊喜吗 毕竟 音乐的世界总是在变 观众的口味也在变 这些曾经的音乐巨星 能否再次在新的舞台上绽放光彩 然而 这不仅仅是一次重温旧梦 嘉年华季的意义 不在于重复 而在于创新 节目的制作团队在保留经典的同时 也在尝试新的元素 比如 加入了新生代歌手宋亚轩 虽然他的加入引起了一些争议 但也为节目带来了新的活力和变化 嘉年华季的挑战 也是芒果台的挑战 如何在保持经典的同时 又能创造新的惊喜 这是一个值得期待的问题 而对于观众来说 这也是一次新的音乐旅程 在这个旅程中 我们不仅能重温经典 还能发现新的音乐 歌手2024的重启与未来展望 歌手2024的重启消息一出 就像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 引起了阵阵涟漪 歌手 系列一直以来都是音乐综艺的重量级选手 他的每一季都备受期待 而这次的重启 无疑又将是一次音乐盛宴 但这次的盛宴也伴随着挑战 经过三季声声不息的洗礼 洪涛团队已经消耗了不少歌手资源 如何在歌手2024中带来新的面孔 成为了团队面临的一大挑战 观众们对于歌手2024的期待是双重的 一方面 他们期待着新的面孔 新的音乐 另一方面 他们也希望能在这个舞台上看到更多经典的回归 如何平衡这两者 将是歌手2024的关键 不过 无论如何 芒果台的这一次尝试都值得我们给予关注 音乐综艺的世界总是充满了变化和可能 而歌手2024的重启 无疑又将是这个世界中的一次精彩演绎 在等待歌手2024的同时 我们也在期待着更多的音乐 这些 或许会让我们感动 或许会让我们惊喜 但无论如何 他们都将是我们音乐旅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数个超能力 敬请关注哦